的确在农历的春节 大众都会到宫庙祭拜祈求众神保佑新年 平安健康发大财 而具有146年历史的瑞穗清联寺 青春期间呢 也提供祭拜平安灯礼斗等服务的同时 面对国内疫情升温 庙方管委会也做足了防疫准备 要让大众有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 祭拜祈福 农历新年脚步接近瑞穗清联寺管委会主委 陈廖安率领委员会各干部分香祭拜 向佛祖祈安求福 现场庄严肃穆 具有146年历史的瑞穗清联寺 新春期间提供祭拜平安灯礼斗 安泰税等民俗祭仪等服务的同时 面对国内疫情升温 庙方管委会也做足了防疫准备 让大众有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 祭拜祈福 新春期间我们有安泰税 点平安灯 点这个斗灯 祭煞等等 让我们乡亲民众 屈己避凶 这个我们传统的祭典礼仪 今年是官员会 今年是疫情期间 我们也会遵照中央机关的规定 我们会落实这个实名制 每一位出入我们室内的人员 都会测量体温 这个杀菌等等 那我们也会先导 保持安全距离 瑞穗清联寺维 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 农历春节 庙方也特别为地方信众祈福 尤其面对COVID-19疫情肆虐 管委会除了是彻底落实相关防疫工作 让大众有一个安全健康的祈福 祭拜环境之外 也透过宗教信仰的力量 抚慰心灵 安定民心 记者是日文瑞穗采访报道